大同股東會改選亂象 嚴重損害股東權益 投資人保護中心看不下去 周一大動作召開記者會 向大同公司董事長林郭文彥 提起解任訴訟 這是投保中心成立以來 首次動用的最重手段 6月30號那天我真的很難過 怎麼我們國家變成這個樣子 是不是 可以把53%的選舉權 把它丟到樂事統 我們沒有聲音不代表 我們沒有動作 投保中心董事長邱清廷 重化直批 每逢董監改選就有公司 就以不合法方式贏得經營權 打官司經過一選二選 甚至拖到下一屆董監改選 這一次大同甚至刪除表決權 連電子投票都不介入 根本求援兼裁判 希望藉此斗正歪風 提起解任之訴 來處理 這樣子的問題 這確實是第一次 我們希望也是最後一個案子 投保中心根據修正包 投法第十條之一 未來不管官司打幾年 解任訴訟一旦最後判決確定 未來鄰國文宴 除了不能擔任董事長外 三年內也不得擔任任何 上市貴公司的董事職務 總有一天會確定 我等你等到天荒地老 雖然也許正義會來得比較遲 但是這一天一定會來 只要我打贏官司 你一定會被鎖三年 不能夠擔任任何的董監事 大同股東表決權 正義延收 經濟部長王美花 周一表示 如果經濟部商業司認定 股東會決議不成立 主管機關有權要求公司 重新周開股東會 是否核准大同公司申請 最後結果將在本週公佈 新唐人亞的電視 成為謀审回頭 台灣台北報導